中华民国110年9月10号星期五 我们刚才听的是肖敬腾的 以毒不回九四我 这名字 歌名实在太可爱了 这个甚至可以用来做一个梗图 以毒不回九四我 好我们今天又到了周末呢 那每次的周末呢 都是我们很期待的 尤其是 最近的周末可能要稍微警惕一点啦 大家用餐出来用餐就要小心一点了 不然的话呢 其实上几个周末 我们都会很希望大家可以去电影院 就是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娱乐公业 支持一下我们的实体经济 对不对 所以很希望大家去 但是如果说大家觉得说 我还是有一点怕怕的 我不敢去看这些大片的话 那当然也 前几周我们也有推荐大家一些线上的好片子 所以呢 不能免俗啦 我们给保守的跟给积极的 风友们呢 我们的周末都有一些 可以让大家放轻松的建议 所以我们今天地表最强达人 迪亚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啦 就是从各国的潮流看起来 所谓的在家也能够看到一些墙片 这件事情也许明年就不再会是这个情况 好好珍惜 不过没有关系 大家不要忘了 现在是呃九月开始嘛 那九十十一十二剩下四个月 四个月呢年底 这个时候年底多半都会出大片 而且就是所谓的这个影音串流 多半都会有大东西 为什么 因为一可能要拼奥斯卡 所以说你的片子就是这个时候要赶快出了 或者是第二个 因为年底有很多大假期 像什么感恩节啦 美国那些洋人放的假期 连假特多 所以他们都会配合这个时候出 那所以呢 到时候有这些大片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各位观众介绍 但是目前为止 这个礼拜中秋连假前的一个礼拜 我们可能还是就是要去戏院看的片子为主 而且他比较没有在线上推出 你知道吗 这个九月呢 我们的重量级的嘉宾一一现身 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面对面的看 迪亚 迪亚已经在另外一个房间的连线 已经很久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终于手印 是终于来到我们的试骗间了 是 那不过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台北的周末票房排行榜 第十名 这个是 这应该叫做地表最杀的 白盲眼的老爷 老阿贝 暂时停止呼吸的第二集 那大家都知道上一集 这个一个眼睛看不到一头白发 但是比年轻人还威猛的这个队武军人的阿贝 把他打的那个死去活来 那到第二集里面他又碰到了更新更坏的坏蛋 上一集其实他是反派 但这一集其实他就没有那么感觉没那么坏 因为有比较更坏的人出现 我一定要提出一个疑问 这是我上一集就有的一个疑问 如果说有一些剧你会觉得说他们本来就是该死 对不对 被这些被他残酷虐杀也就算了 可是上一集那些小屁孩真的是没有很坏 为什么也要被他杀呢 这就告诉大家 这就是你不觉得吗 这就告诉大家 如果有些系列你去看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够抱持着有正义要伸张的心态 这样子你可能没有办法看什么13号星期五啦 月光光星荒荒啦 因为这些那些那个大坏蛋永远你怎么杀都不会死 所以我只能编你知道金钟报国剧 金钟报国剧 对我不能够让那种 月飞第18集 没有让那种没有错的人惨遭不好的下场 OK好接着下来第九名回忆三部曲 那他其实是日本的很有名的动画导演大友克扬 20多年前的旧作 那不过呢当年这个片子在台湾并没有非常盛大的上演 那现在的话透过数位的修复 我们终于能够看到 而且在大荧幕看到这个明导演的 昔日的精彩的作品 所以呢应该还是有很多日本的动画片 你把握这一次在台湾上演的机会 那这个是第九名 第八名自杀突击对集结 这就告诉大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 今年有很多大片在这个国外上演的第一天 他们可能就会上数位平台 那自杀突击对集结也是其中之一 那必须要告诉大家 以后甚至于从明年开始 这件事情他就不太会发生了 所以呢 唉好 但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戏院业者也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说特别是透过这一两个礼拜的某一些影片的票房反应 戏院业者更是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 只要你呢同步上了数位平台的话 戏院票房一定会受到影响 这个结论很明显很确定 那当然的嘛 对啊 因为有些你知道宅在家的人他就不可能 他再爱这个片他可能觉得说我可以选自选在家 我就会在家自学了 所以说呢电影公司也可能慢慢的啊 就没有办法再提供这样子的服务了 不要这样啦 好 第七名这是我们上周为大家介绍过的 温子仁的新片极恶 那这个片子呢美国是这个礼拜才会演啊 那所以说我们刚刚有提过就是美国很多大片 美国只要一演就会数位平台这件事情 那我们还是在台湾能够看电影能够去戏院 就是好好支持他一下 不要考虑数位平台了啊 而且而且你你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期待 因为好像Jana也在里面露出露脸吗 他有客串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我问过很多看过这个片子的人有没有认出他在哪里 我发现我的眼睛还是比较尖 我有而且我只看了这部电影一次而已 我就有看到他人在哪儿 我觉得你应该让大家知道 因为这不是雷嘛对不对 因为大家很想看到Jana是在哪一个地方出现 好那我就告诉大家就是呢 在最后这个电影的最后高潮戏是在一家医院发生的 所以呢你前面的一百多分钟 你都可以不用忙着去找 但最后一段你看到他们一起 就他老公演的男主角 这个警察跑到了医院里的时候 从他人出现在医院的时候 你就要仔细看了啊 因为Jana他是客串而已 所以他基本上他就是演一个护理师 他就是穿着这个护士的衣服 那但是呢他并不是非常清楚拍的到脸 他就是站在他老公身后的附近 那有一点模糊 零眼零眼 但是他的发型非常的辨识度很高 辨识度很高 就是跟在台湾差不多 所以你只要那一幕这样飘过去一下 你就会看到说哦在那边 要要要我们要支持Jana 所以呢大家 而且我觉得他老公很难得 就是其实他这个是男一耶挑大梁耶 对不对 你觉得他演技如何 我是觉得这个片子 因为他主要的戏是在女性的角色上面 但是作为这个电影的男性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Jana老公George在里面也算是蛮可爱的 然后基本上这个警察角色是一个有点可爱的警察 好的 好请大家支持 来第六名 这个是江泰心中可能有一些遗憾 齐尼莫菲 好了 OK 但也是要接受事实了 那就是在台湾演了两个多礼拜 进阶二已经就现在是第六名了 那还在戏院的时间可能不会太多了 那所以大家把握机会去好好支持一下 好可是你知道他在那个小巨蛋 那个电子广告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是啊 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大片 在美国他真的是一个大片 因为在美国进阶二卖了一亿六千万美元 那只不过在台湾因为已经拖了两个多月 所以也就是像江泰讲的 有些人可能 虽然你可能在平台上看得到 但那不是合法的平台 可是我们也有很多人就是不太敢去戏院了 有点可惜啦 那所以呢 这个片子还是要在大萤幕看起来会效果最好 所以如果愿意支持的话 那就赶快多封道 而且这片才九十几分钟而已 它并不长 所以呢 你去戏院看 符合我们的需求 一下就看完了 就赶快出来 就可以赶快回家 是是是 只要 不用等太久了 只要戴着口罩应该都有问题啦 不会都不会有问题 对啊 对好 那这是第六名 第五名 这个是韩国的电影天坑 那里面有一些大家很熟悉的韩星来演 那片商也非常厉害 因为他们呢 这个前一阵子 这个话题还蛮响亮的 大家也觉得很妙 是居然取这个名字 不过其实跟剧情还蛮有相关的 那这本周上档第五名 好 待会儿 好我们回到刚才的第四名 第四名是疫情期间 自五月疫情爆发以来 台湾卖作最好的一部电影 恭喜他 完命关头9 那这个系列在台湾 一直都有非常多的人喜欢 那这个第九集呢 全台票房也已经一亿两千多万了 非常厉害 第三名脱稿玩家 这是莱安雷诺斯 今年的大片 那在世界各地都靠着口碑 冲出不错的成绩 第二名 这应该是最近台湾的一个行销奇葩吧 传奇耶 对 感觉起来不是什么很大的片子 但是呢 票房表现完全不输好莱坞大片 还把一些好莱坞大片给压下来 那这个片子叫萨曼 它基本上是一个韩国跟泰国合作的电影 虽然故事全部发生在泰国 但它其实是一个韩国的公司 跟泰国去合作的 那只能说 这个是一个有点重口味的片子 但是它的重口味又不是像 我们刚刚讲过的极恶那一种 极恶到后面是有点像血腥动作片的感觉 那萨曼的话呢 它仍然是恐怖片的那一种味道 那只不过后面也是有血淋淋的部分 那这个是本周的第二名 本周的冠军 我们恭喜它 因为上片之前没什么人看好 但上片之后票房真的非常好 所以漫威 美国也是很好 美国表现可能更好 但是我觉得你知道 那个上片之前我觉得它并没有造势那么强大 对不对 应该是说上片之前很多其实是相反的 因为呢 这网友很多都不看好 这个演出来为什么叫好呢 它那么东方色彩 但其实因为这个电影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了漫威要打造一个新的系列 那它绝对是用心下去 所以说它不会把所有的筹码 放在男主角一个人的身上 它会去找很多人去帮它撑起来 比如说就找梁朝伟 你想要看到眼睛 想看厉害的地方 你可以看梁朝伟 或者是呢 你如果想要看动作场面 它又找来以前在跟成龙合作的一个 西洋的这个武术指导 那可是这个人虽然上片之前已经过世了 但是它的片子里面的动作表现还是很精彩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有成龙的那种味道 然后呢 它里面也有一些这个特效的部分 它为什么过世了 就过世了 上映前它就过世了 是 哦好可惜 成龙也有哀悼过坑 好像是癌症还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什么病的关系 心脏还是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看网路一片好评哦 就是没有林富平的是梁朝伟 是说看梁朝伟 你说这片所有你不管付多少钱 基本上第一个重点在于 如果大家本来对他的问题 是在男主角可能颜值 没办法被大家接受的情况之下 那在最大的公约数里面 唯一能够在这一群主角里面 得到最多人看得下去颜值的 也许就是梁朝伟啊 那我想请问一下他为什么会选一个加拿大华裔的人 导演讲的很确定 就是说他一定要找在国外长大的华人 所以说呢很多就算你在什么台港啊 如果你是台湾的你是香港的 你是中国大陆 就算你是当地的艺人英文讲的非常棒 但你没有在国外长大的那个背景跟成长的经验的话 导演也不会用 所以可选的就很少了 也不会很少 其实也还不少啊 可是大家比较好奇的是 那就算是这样好了 你也有很多在海外长大的华人英文很棒 可以打功夫 彭于燕呢 但长得帅很多的 所以我才想说虽然我不是说那么热爱彭于燕 但是彭于燕也是啊 这必须说啦 毕竟这一个角色你可能需要的是稍微年轻一些的 就大概差不多30上下的这个岁数 但他脸有点老气耶 虽然他实际年龄是 他其实大概32、33岁啦 好吧 其实就是不那么帅啦 但看久了会习惯啦 我到现在也没有习惯成龙啊 江泰请注意 我们又要掉粉了 不要这样子 好我们刚才听完的本周票房前十名呢 那接着接着来的周末呢 迎来的这个中秋节前的周末 我们应该要看的是 那我们有一些很特别的选择啊 那虽然是这个合家团圆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前一天 前一周啦 那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芯片的气氛 还蛮阴风盛盛的 很肃杀 对我们的第一部呢 就是要跟各位介绍一部哦 听起来很甜蜜 但其实是很恐怖的电影哦 叫做糖果人哦 那这个片子很好玩 他其实呢应该说 英文叫什么 就叫Candyman 那是真正 那其实糖果人这一个片子 他算是有一点点的 就做重启的感觉哦 那他其实是20多年前哦 将快要30年以前 那他上一集大概是 28 29年前的片子哦 有一部电影叫做心风怒吼 那那个片子呢 那个时候算是上映之前 不是特别受到注意 但是在美国的反应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的剧情实在很有意思 他基本上讲就是 美国有一个都会传说 那就是说呢 你如果站在镜子前面 喊五次 连续喊五次哦 Candyman 有没有几点 没有 就会有很恐怖的事情发生 因为就会冒出一个Candyman出来 那我们今天讲了 会不会有人就照做了 这个片子应该就是 我觉得最厉害 当年心风怒吼最厉害的一件事情 是我看完以后 我还真不敢这么做 大家都知道恐怖片是我的照明 因为我看恐怖片 我很容易就是被弄到睡着啊 然后就觉得很无聊 可是心风怒吼 当年我看以后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 有被吓到 有些地方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出色的 恐怖的电影 那事隔快要30年了 28年之后的这个糖果人 他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说 他是这个心风怒吼的一个续片 他就是当年这件事情结束了之后 可能再过了20多年之后 接下来又发生了 类似的那个糖果人的事件 那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你站在镜子前面 喊五次Candyman的话 当你喊完过了一阵子之后 就会出现了 你的身后可能就会有糖果人出现了 但是那个糖果 对啊 你一直那么Candy 那应该是一个好人才对啊 像有点阿拉丁神灯的那个灯奴啊 来帮助你完成愿望 但没有啊 这个糖果人或是心风怒吼 这个系列里的Candyman呢 他只会出现 他的手上 他有一只手是没有手腕的 是装上一只铁钩 那通常有这种造型的角色 13号星期五 多半都飞扇类啊 比如说什么虎客船长啊之类的 那当你喊完这个五次Candyman之后呢 那个糖果人就会出现在你背后 然后就举起他的铁钩 开始 就是把那个喊的人杀掉 他有什么冤仇 那就要来看这部糖果人呢 因为这部电里面就会告诉你糖果人又有哪些由来啊 含了多少冤情啊 有多少的愤怒 那其实在当年的心风怒吼 其实30多年前心风怒吼就很妙是 他主角是一个白人的女生 但是呢里面的Candyman就是一个黑人 所以呢 事隔快要30年 当然在美国的社会 思潮已经有很大的转变啊 然后黑白之间的议题啦 很多很多的社会现象 导致说现在这个版本的Candyman 全部啊 有政治化的倾向 黑人挂摔 我们这一次的主角真的就都是黑人了 那里面的Candyman也还是黑人 可是呢 你就会看得出来 这一次的编导啊 他放了非常非常重的社会意识在里面 他这个Candyman反而变成了一种就是黑人 各个世代不同的黑人 受到白人的迫害啦 压榨啦 然后产生的一种想要报复的怨气 他变成他的这个来由 是变成从这个地方出现 那这个真的很恐怖 他的恐怖在于是他并不恐怖了 而是放了很多控诉在里面 他里面虽然放了很多的控诉 可是呢 还是有一些血腥的画面 不过我会觉得说 比起血腥的成分来讲 这个片子最特别的就是 恐怖片里面大概很少看到 这么强烈直接明显的社会控诉意识 异题性很强 那觉得有点不应该用这个题耶 不应该用了这个Candyman的这个系列 不一定啊 因为你看看 他这么设计的刚刚好 人家快30年前的这个Candyman 就是个黑人 所以他当然是有可能 就是你到了这个世代的话 你当然不可能像30多年前 还是继续白人是被这个黑人残杀的对象 这不可能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算是有意思的 而且如果说大家看过以前的 那一个辛风怒吼的版本的话 那在这个唐国人Candyman里面 你会发现说上一集的女主角 有出来声音客串一下 就你可以听得到他的这个 心路的一段旁白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 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男主角 因为他的名字真的太难念了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讲 好像是什么什么 很长一串记不起来 难念到比亚都没有办法念出来 哪一国人 美国人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就是因为很多美国的黑人 都是类似这样的非裔啦 非洲裔 所以有个主名 他们的名字呢 可能都是跟这个 他们的血统来源有关系 所以你会觉得很不像一般白人的名字 念起来就会有一些复杂 可是摩根费里曼就很好念啦 重点就是有些人 他其实取裔名 或者是在出来取名字的时候 就会类似像我们的 比如说原住民 他也可能有个母族的名字 有母族的名字 也会有比较接近汉人 所以这个的话题 就是这个男主角的名字 这个男主角呢 叫做亚亚阿巴杜马丁二世 大家为什么要注意他 是因为呢 这个人就是好莱坞 目前正在捧的新黑人男神 他手上的大片非常多 年底还会有一部大片 叫做骇客任务第四集 那在骇客任务第四集里面 他的角色就是 大家知道这个金属里面 旁边不是都有一个黑人的革命领袖吗 是是 这一集第四集里面 就是以我们的这位 亚亚亚阿巴杜马丁二世演的这一个年轻的版本 取代前三集的老人 就没啦 就没啦 完了 那我也是喜欢看 我觉得亚亚亚他叫什么名字 亚亚阿巴杜马丁二世 英文如何念 亚亚阿巴杜马丁二世 其实说真的 他取这个名字的确会让他红 因为那个意思 那个记忆力 记忆度太强了 亚亚阿巴杜马丁二世 其实大家之前也已经看过他啦 因为他在水行侠里面 他也是演反派啊 那所以说水行侠第二集 他也还会再回来 所以你看他已经有 骇客任务的系列 可以演 也有水行侠 还有糖果人 所以 前一阵子好莱坞 有一个重量级的报道 就点名嘛 现在大概有将近六七个 有可能会是未来的天王天后的影星 其中一个就有点到他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看看 为什么好莱坞 接下来准备要在他身上 赌一把大的 你就可以来看一下糖果人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不是真的有片商情代的 这么有威力 有这种威力或者是浅持 我觉得原来捧的 应该是黑豹的男主角 可惜他就 不太一样 因为黑豹的男主角 在演黑豹的时候 他就已经算是 基础已经再稍微高一点 这是新人 那经过黑豹之后 那当然又到了某一个更高的位置 那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属于 慢慢的还在慢慢拉起来 选秀的 OK好 好那我们今天呢 要给的呢 我们要应景嘛 因为我们大家热烈期待的 就是 五倍券 券 券券券券券券 五倍券 还没拿到生前 大家要先开心一下 是我们最期待的五倍券 那我们这部 Candyman 我们要给几个 五倍券 对着镜子 喊五次才会看得到Candyman 但是呢 我们先给三张五倍券 好那个喊五次 Cand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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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我们要介绍 要站在镜子前面 所以我现在才敢喊 因为我现在是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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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都可以 好 我们今天好像在教导人家 如何引蛇出洞的意思 千万不要这样 看完这部电影以后 就告诉大家 就是不要随便乱玩这东西 不要乱对着镜子喊话 对 但是呢 有的时候 这些怪力乱神的传说 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那特别是像现在呢 因为有很多所谓的网红 那都会去探讨一些 禁忌的话题 所以有没有可能 你可能讨论出了 一些东西之后 就真的被你发现有一些 你身旁的人事物 是充满玄机的呢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 这个片子呢 就是一个泰国的黑色喜剧 它叫做老板冲杀小 冲就是冲 往前冲的冲 杀就是杀来杀去的杀 小就是大小的小 然后这个片子呢 念的快一点 这应该就是很接地气的翻译 是因为念快一点 可能会觉得好 那骂人 但其实呢 这个故事呢 跟片名跟剧情 还是蛮有关系的 它基本上讲的就是有三个OL 在一家公司上班 那可是呢 泰国那个时候呢 前一阵子才出过一个案子 叫做OL连续杀人狂 就是有一个连续杀人狂 专门针对OL下手 已经干掉了三四个女生了 那所以呢 有些上班族 当然是觉得没什么关系 反正泰国那么大 曼谷那么大 OL总不会我刚好 就是那个最倒霉的那一个吧 所以就照样过他的日子 但是有的人就会害怕 就会开始在这个地方 会声会影 那甚至于呢 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有很多那一种 就是YouTuber 他都会去找一些各国悬案来解析 比如说 我今天找到什么证据 然后我今天按照我的推理 来告诉你一套 我推出来的结果 悬案系的YouTuber 最近我很爱看 这个时候呢 就有这种悬案 喜欢探讨悬案的这种YouTuber 就开始讲了 就说根据他的一些证据啦 他怎么样去分析 他到最后讲出来 他认为凶手可能是某个人 结果呢 这三个OL里面 其中有一个就看到了 他就觉得 哇不得了了 根据这个YouTuber 他分析出来结果 竟然那个凶手是他们公司的老板 而且他们公司的老板呢 虽然年纪稍微大一点 四五十岁的感觉 可是还是高富帅 那他们就会觉得 那有可能真的就是这样子 这个可怕的杀爱魔 就在我们的身边吗 那问题是 这件事情还没有就这样结束 因为当三个OL里面 有一个人已经开始 在这样怀疑的时候 他当然就想办法去拉 他的好朋友 就是比较好的同事 就要跟他讲这件事情 结果呢 他们刚好 这三个OL 因为是办公室里面 年纪比较轻的一群 所以说 他们这个公司 有一个新的企划案 需要拉拢年轻的客户 就刚好找他们三个人 去负责执行这件专案 然后呢 有一天开完会之后 我们的其中一位女生呢 他就准备收东西要下班了 这个时候 他们就发现说 除了他们之外 这个专案的 另外一个唯一的男生 是一个看起来 有点像鲁蛇啦 很宅啦 的那一种 男子 所以说他就觉得 这个男生 为什么下班的时候 不下班 跑过来找他 原来那个男生 跟他讲说 你有没有看到 我的那个随身碟 有没有发现 我东西好像掉了 然后那个女主角呢 就找了半天以后说 啊 是不是我桌子下这个就拿给他 结果其实是错了 因为那个随身碟呢 都长得一模一样 那个男生拿走的是 他的另外一个同事 就是很喜欢看 悬案型网红的 那个同事的随身碟 那他的那个同事 拿到的是这个男生的随身碟 于是呢 他们就偷偷看了一下 交换了 对 然后就发现说 这个男生随身碟里面 也有哦 那一个悬案网红的 这个推论的结果 而且呢 那个推论结果就是 老板就是杀人凶手 是 然后呢 呃 他们三个人 当然心里面就是 有的人觉得吃之以鼻 有的人觉得搞不好是真的 然后就 这个时候又发现说 他们三个要在下班 走到停车场的时候 忽然看到老板跟刚刚那个男生 在吵架 然后就越想越可疑 就说 会不会老板可能已经知道说 这个男的在怀疑 他是杀人凶手 所以才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过了几天之后 是这个男的 就再也没出现在公司里了 越都感觉就越像 好像有问题 所以呢 他们三个人就开始了啊 其中有两个人 是真的认真的想查案子 剩下的那一个 是一直觉得 他们两个很无聊 但被他们拉进来 就只好慢慢的去追查 可是这个泰国骗 好笑就好玩在啊 其实这三个OL里面 有的人是背后有目的的啊 有的人是之前曾经有过一些 也不能说是过节啦 应该说有过一些渊源啊 甚至于连老板呢 本身可能都有他的秘密 那到底真正的凶手会是谁啊 还有这件案情 慢慢的要被揭开的时候 是不是有别的人 也因此成了受害者 那虽然是这个样子 但整个片子的剧情还是 这个调性还是走在 有一点黑色 有一点好笑啊 那也不至于说真的太血腥暴力的这个程度 那也必须说 除了韩国片 我们大家都知道 真的很会拍很厉害之外啊 泰国片其实也赢台湾很多 他常常让我们有出乎意外的惊喜 就是泰国片 也不能说出乎意外惊喜 应该是说泰国一般商业片的程度 其实也比台湾好很多 从这个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今天结论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部片一定要去看 其实还蛮适合 就是他也是轻轻松松的 然后可能就可以看完一个影片 那我会觉得这个片子的话 我们的这个五倍券 要给几张 既然我们有三位OL女主角 那所以呢这个五倍券 我们就可以给到三张 那其实呢 这个剧情是蛮轻松有趣的 你才光讲到那个随身碟交换 我就觉得一定要去看 后面还有很多曲折离奇的情绪 但是我们不能再透露太多了 我们绝对不会告诉大家 凶手到底是谁 我们绝对不会告诉大家 老板是不是真的有杀人 不可以 但是要知道 泰国片已经在第二名是萨满了 是 所以也不要小看这个 是 那这个片绝对看了 不会像萨满一样压力这么大 老板冲杀小 老板冲杀小 那我只能说呢 就是有些时候 我去看一部片子 我可能看一半以上 会猜得到一个结果 这一部 没有那么早猜出来 虽然还是有被我 竟然有考到你 虽然我还是有略猜出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我觉得这个娱乐性 整体来说是不错的 我觉得你 这句话 我们又应该要再加500块 0.3.5张才对 那感谢江泰帮他加分 中秋节前的周 应该是前前 OK 来来来 是是是 因为不能烤肉 但是我们起码能烤片 OK 那么呢 压轴 压轴就要上一个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演员组合的片子 那最熟悉的意思 也表示说 每个都有了一些年纪 所以说 大家会比较熟他们 因为他们出来很久了 那这个片子叫做刺客密令 那请问一下 听到这种类型的影片 你大概会联想到 他可能的演员会这些什么人 我觉得刺客密令 我想到已经 之前的那个电玩游戏 叫刺客什么 刺客联盟 刺客联盟 对 刺客教条吧 但都不是 都不是吗 对 可是问题是 一听到这些人的名字 你就会觉得 可能还蛮适合这个片子 那我们比如说 这个片子里面呢 戏份最重要的 灵魂人物 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她是个女杀手 那谁是最适合演这种 女杀手的人物呢 大家从以前看到现在就知道 这个人 她应该是一个 还蛮经典的形象 不是 因为她是有一点在亚洲影坛发展过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的MaggieQ 老了啦 你看江泰马上直接讲这些话 那就知道说刺客密令这个片子 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印象 但我告诉江泰 互捕的吗 她的另外两个男主角都更老 那到底怎么 老刺客 老刺客 没有 基本上就是那个 MaggieQ演的是一个在越南 被发现 就她曾经经历过非常惨痛的遭遇 以至于她的家人 几乎全部被杀光 那可是呢 她是一个从小就流露出 她有当杀手浅职的女孩 因为她就在旁边 眼看着他们家的仇人 把她家家人全部杀完的时候 她就想办法 找到机会去报仇 就是把她的所有的 而且她那个时候还是 比较小的时候 大概是十岁十几岁的时候 要冷静 是 就把这些人全部杀完了 是 要很冷静 然后呢 她就想杀完仇人之后 她就躲起来 结果呢 这个时候她就被另外一个 到越南去执行勤务的杀手 给找到了 那这个杀手就是Samuel Jackson Samuel Jackson 那这个时候呢 Samuel Jackson就发现了 这个躲在屋子里面的 这个小女孩 然后就发现说 这些人全部是你杀的吗 那你应该还蛮有潜质的 他就把她带回去 训练她 从此之后呢 Samuel Jackson就有点像是 Meggy Q的师父 兼她的养父的这种感觉 那所以说 Meggy Q都会 接受她带来的很多任务 然后就变成她手下 其中的一员到处去杀 结果呢就发现说呢 Samuel Jackson 因为她现在已经年纪大了 那可能身体的健康上面 有一些问题 那本来Meggy Q觉得说 她应该就会在她的英国豪宅里面 好好的养老 大概不会有什么样子的意外 可是没想到 她是杀手公司吗 私人的委托吗 她这样有点算是杀手公司 可是她旗下 她的工作人也没有特别多 可能就是自己一个 加这个旗下的杀手 有一Meggy Q然后再加上可能两三个助理 之类的这样子 可是呢 Meggy Q她的身份 演示的身份会比较好玩 因为我们都知道杀手不可能 直接走在路上就脸上写着 我是杀手 她一定会有一个平常正常的身份 做了掩护 那Meggy Q的这个掩护身份 非常之高档有文化 她是在伦敦开了一家精品古书店 那那种的古书就绝对不是那种 什么之类的 恶手书 可以看到老夫子的那种 没有 她卖的都是那种很贵很贵的初版的 比如说某某某诗人很有名的诗集的 首卷 这一种 这一类的这种 而且就是一本可能要卖你个 二三十万美元的 这一种经典的古书 然后呢 她有一天就是关店了下班了 结果就发现说 要去Sanvy Jackson 她的这个豪宅的时候 一看到外面就知道事情不对了 因为就已经有东西散乱了 好像有被闯进来的感觉 果然进去看了 又发现事情大条了 就是这家里面的人全部都已经被 人几乎全部都被这个打死 或者是说 整个脸都已经被砸烂到 认不出来 那她心里面知道说 好啦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的结果呢 必然只有一个 她到最后呢 她只能够做一件事情 就是想办法去找出 到底是这些幕后的主使者是哪些人 然后顺便为她的这个恩师兼养父报仇 也死了吗 就是她的那个Sanvy Jackson 在那场也是死了 Sanvy Jackson就是倒在浴缸里面 而且呢 整个脸是砸烂的 看不出来 那也不一定是她啦 呃 这还是要去查一下嘛 总不可能说 你一进来看到 已经变成这个样子的惨况 然后你完全无动于衷 完全连找都不想找嘛 不可能 那Sanvy Q就开始了 慢慢的去找说 到底她的仇家是谁啊 那想办法看什么能去替Sanvy Jackson复仇 但是呢 发现说呢 Sanvy Jackson惹上的也是不简单的人物啦 因为真的是厉害难缠的人 才会想办法 才会有办法干得掉他嘛 然后最好玩的是 对方也派了一个人啊 要来阻止Meggy Q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男主角 就是我们的前蝙蝠侠 昔日的经典老蝙蝠侠 米高基顿 那好玩的是呢 米高基顿跟Meggy Q两个人 彼此互相交锋 但彼此其实对对方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 所以这个片子我个人觉得最好看的是 他们两个的这首戏 那有些时候会让你觉得 有一点点要接近史密斯任务的那个味道 那大家都知道说史密斯任务那个时候 在拍的时候 这个布莱德比特跟安杰英雅球 是真的在谈恋爱 是啊 那像我们的米高基顿跟Meggy Q那两个人 这就是靠演技了 所以呢 也靠他们两个的演技也能演到这种感觉 那真的是厉害了 所以那这部片 你是归类的 它是属于间谍喜剧呢 它不能算喜剧 但是它应该就是动作片 那所以呢 而且它的这个片子的导演 也算是曾经很有名的 就是拍过两部007电影 还有拍过这个绿光战警 这个漫画英雄片的马丁坎贝尔 那必须说 马丁坎贝尔这个导演 他基本上是 当他手上有很不错的资源的时候 他能够把片子拍得很大 那如果说他的资源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也许有可能到像《刺客密令》 这样子的电影的时候 他就只能够往稍微小而美的方向发展 所以 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我个人认为呢 他这一次的表现应该是讲中规中矩 那主要的亮点 还是在米高基雯跟MGQ两个人的对手戏上面 很有意思 是预算的关系吗 因为我觉得他选的演员都不是主流的一线演员 不一定哦 大家不要忘了 夏美杰克森他演过很多卖座的电影 可是他很早就倒到浴缸了 可是人家至少在倒浴缸之前 还有个 他跟MGQ有一些对手戏 浴缸之前 好那我们要给这一部这个 你看 老到连片名我都忘了 刺客密令 不要这样子 刺客密令 叔叔伯伯跟阿姨 还是能够拍出动作刺激的场面好吗 不要这样 大家不要忘了 如果说MGQ已经被卸老 因为动作不多 所以只好调情 也没有啊 其实他的动作也还算是有不少火爆的部分 那也只能说 如果大家觉得MGQ很老的话 请想想看 他还曾经演过一部电影 叫做《不可能任务第三集》的男主角 汤姆克鲁斯又比他大了多少 那不是上海滩的往事 也没有啊 好吧 汤姆克鲁斯演动作戏 你们都还是照看 就表示没有在乎老这件事啊 我们在乎汤姆去哪里保养 OK 刺客密令 我们也给他三张五倍券 谢谢 感谢迪亚 祝大家这么快乐